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看看大家這個影片的部分回答的怎麼樣 好 那你看 OK 所以回答其他人這麼多 你怎麼大家都這麼不信任我 都覺得定有隱情這樣子 當然沒有不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錯的 好 然後呢 影片的關度 當然也是答錯的囉 所以有三分之一是答對的 剛剛那個數字是什麼 影片的高度 不是寬度喔 好 那您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部分呢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簡報裡面有 只是這一份我沒有特別印給大家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 在看這個YouTube影片的時候 我們所看到的 您所看到這個數字 你看有沒有發現它超過一個數值以後 後面就加一個紅色的HD 對 我忘記廣播了 不好意思來 我廣播一下 來 這樣比較看得到 好 那這個呢 240就是320 乘以240 360就是640 乘以360 那麼320乘240 其實老師應該 年輕的時候都有用過 叫做VCD 以我自己來講 我是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VCD出來 那時候還電腦它加一個 加一個影像加速卡才可以播 那麼到了這邊呢 這個就是720 乘以480 這個是我們現在什麼 DVD 所以DVD確實比VCD品質好啊 那你在網上 網上以後呢 我們稱作HD 就高畫質 那 您這個呢 是1280 乘以720 乘以720 所以早期一些數位相機說 或者手機 他說我可以拍 HD的影片 那它可能就是只能拍到1280 乘以720 那如果您再上去的話 這個就是1920 乘以1080 也就是一般我們講的Full HD 我們現在一般買的電視啦 或者所謂的螢幕 基本上都至少有支援到這裡 就有支援到這裡 那再上去有沒有 有 所以如果說您找 比如說您找關鍵字 比如說4K或甚至8K 您可以找看看 你會發現 它的後面的數字會再怎麼樣 就一直往上去了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反正它指的就是什麼 影片的高度而已 有沒有發現還可以再往上 對不對 還可以更多 那大致上是像這樣 所以這樣應該就有一些概念了 那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要先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資訊 因為老師今天是不是要錄影 您錄的影片 如果不是標準的 請問可不可以播 可以播 但是你在播的時候 你的影片就沒有辦法變成滿版 也就是說它可能就比較縮棒 對不對 那這樣縮棒的時候 您的字就容易不清楚 圖的部分通常比較沒有問題 那字的部分如果您 不是用1比1的方式去看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會模 所以我們會建議老師 您如果要錄影片的話 最好就是錄這種標準的 尺寸的影片 一般我們比較常見的 或電腦能夠處理的 主要還是以這兩個為主 就是1280x720 或1920x1080 因為這兩個的 第一個品質夠 然後呢 如果你在網上 影片的檔案真的太大 真的會有點太大了 所以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這兩個 那當然 因為我們如果您有接上那個投影機 其實我們的螢幕解析度還會在下降 對不對 老師應該都有發現 如果您是notebook 接上投影機 有沒有畫面又收回來 只剩多少 1020x728 只剩1020x728 所以其實也不用那麼多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 要給老師 稍微了解一下的一個部分